各位朋友,我是杜森 今天就是农历任人年的12月19日 跟大家讲讲我们武林界的先师杜汉章 这个杜汉章在我们的蔡理佛 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这个低调的人 就是说我们在蔡理佛,在武林 一个是发扬很低调的传承人 今天就是他的农历的诞神 今天能够得到梁国照先生 今晚跟我一起讲讲我们的先师杜汉章 我先师多谢梁国照先生 因为梁国照先生跟了杜汉章 现在先师七十年有多了 还有他不为余力 在五十一年前 创立了杜汉章国塞总会 梁国照先生,你是任会长 我想你讲一讲,你的先师杜汉章 你七十年前,你是小孩而已 先师当时跟你,怎样能够带你入这个武林的大家庭 怎样能够,我听你以前讲过了 这个先师杜汉章,虽然他为人是很低调的 你先拍先师杜汉章 这个先师杜汉章 今天就是任仁年 农历十二十九日 他的诞神 映花梁国照先生 你不为余力,能够这么努力和大家建立了一个杜汉章国塞总会 你任会长,历年来对我们的大家庭 不为余力关心我们大家 我想你讲一讲,你的先师 怎样来人欲到你,在这个大家庭这个社会 这么合贫的 我记得在一九五几年的时间 我就来到杜汉章师傅那里拜师学艺 杜汉章师傅他为人是很低调的 很忠诚的 他什么时候也有训练我们 这些学武术,尽量去打架的 主要是智慧和重生 强失烈体 同时有四个字叫我们鸣与记住的 是忠诚勤日 是的,忠诚勤日 最重要是这几个字 这四个就是座右鸣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会忘记 所以梁郭先生 冲心很尊敬杜汉章这个先师 能够记得杜汉章先师 对他的教育要忠诚勤日 是吧? 真是好 导友我想说一说 我是他的儿子 杜汉 对吧? 还有杜汉章的孙 还有杜汉章的孙 然后杜汉章的孙 然后杜汉章的孙 还有一个 我们这本 承传之心 就是我们杜汉章虽然 他是 当然了 是我的先父 在我们的大家庭 他是我们的先师爷六位 千祖 我们以这本承传之心 就是从他这么低调里面 我能在社会里面 我的孙 杜汉章 能够 将承传之心 记录了我们 是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一个很珍贵的保护 还有继续 刚才在讲的 这个梁郭 赵斯丹 大家一起拿着 对对镜头 杜汉章国术总会 成立特刊 1972年7月30日 哇 当时这个厉害了 这个大律师 户洪的大律师提的 是不是五十一年了 梁郭杰斯丹 厉害了 还有继续 我们在我们那个 盛传家族 不止传承 我们的孙子 还有 将我们 蔡这佛 尤其是我们 方系的 方育孙系的 雄姓罪的 将他拳棍刀枪 才能 梅花行者 就是拳 和棍 跟着呢 还有 蝴蝶八卦 蝴蝶枪刀 和八卦枪 蝴蝶八卦 都是我的孙子 真是 道漢章先祖的塞 能够 写出这几本 真是我们在 我们的武林 和我们的家族 和我们的武术文献 好了 现在还有 梁鳳鱼师傅 你真是重要了 我想你 说一说 真是厉害了 看看 梁鳳鱼 我想问你 你在 杜汉章 这么低调 那个 道馆的家族 成长 你讲一讲 你的心得 和别人的经过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梁鳳鱼 我从小就在 道馆长大的 杜汉章先师 教导我很多东西 他说做人最重要是责任 是责任 第一个责任 就是家庭 是的 对家庭有责任 第二个责任 对工作责任 工作责任 第三 对社会责任 对社会责任 他还教我 不论任何大小事 都要承担责任 所以 在这里 很多谢他 一向以来 就是教导我的 唉 梁鳳鱼 你真是说得好 所以你在我们道馆里面 尤其是道心跌打医社 文武一样 我向全世界朋友说 真是贡献梁多 多谢梁鳳鱼 祝全世界人 身体健康 好了 让我和梁国照会长 一齐 都是要 入一入镜 我们大家梁国照 向全世界人时祝福 身体健康 好 今天就是我们的先师 我们的先祖 道瀚章 是在我们的武林蔡里佛 雄姓蔡里佛 是最低调的全食人 今天他能够在成全人 在道心 能够借今天的机会 我们纪念我们的 我本人的先父 道瀚章的农历 是12月19日 丹臣祝他 永远是在我们全世界人 都要知道这个 在我们武林蔡里佛 雄姓蔡里佛 最低调的全食人物 多谢各位 好